大家午安,大家好,現場時間是中道12.22分,中午12點22分 大家吃飽嗎? 我是你的好朋友養姐在空中播放大家 你所收聽的是看到電台FMQ7.5新聞三上網來的節目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我們充滿著運動的感覺 那就是我們講說要活就是要動 要活得輕鬆愉快,就是要趕快起來動一動 我覺得大家會發現過年時間大家會吃飯飽,睡飽吃 有時候真的覺得我在家裡面藍繫藍繫,有時候我覺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就有時候動一下,運動一下,活動一下,感覺身體很好 而且會覺得越來越有活力 所以今天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題呢,Focus在我們的2018高雄國際馬拉松 也是第九屆的高雄國際馬拉松 來到這部現場的好朋友是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我們高雄市政府,我們的體育處的處長 周明鎮處長來到楊潔節目 處長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大家午安,大家好 是,哇,這個今天很有運動的氣氛 我們透過臉書的直播,大家看到我們的今天的背景 就是我們的2018高雄國際馬拉松的背景 那當然,今年的2018高雄國際馬拉松 我們觀眾朋友,其實最近我們開車,騎車在路上 都有看到很多的指標 很多的路標,很多的路標都在說 馬拉松要開始囉 所以這個2018高雄國際馬拉松就是在這個星期天 舉行,對不對? 對,沒錯 那是不是處長跟大家講一下 那今年邁入第九年囉 當然後天從我們的高雄國家體育場開跑 預計將有超過兩萬名的跑者 兩萬多的朋友來參加 拉拉隊更多啦 在這邊拉拉隊更多 整路都是 是處長跟大家介紹一下 謝謝主持人 感謝主持人剛剛的介紹 其實高雄馬拉松進入第九屆 確實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這邊首先要代表市政府 跟所有的市民說抱歉 為什麼? 因為我們馬拉松都有做一些交通的疏導跟關節 所以影響部分的人在這裡先跟大家報警一下 高雄馬拉松其實從2009年 試運結束隔年2010年 開始創辦高雄馬拉松 一屆一屆的茁壯 一屆一屆的成長 我們高雄馬拉松進入第九屆 我們在說的 紅酒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漂亮的速度 高雄馬拉松其實是這樣 長年以來 它是結合元宵燈會 所以主持人剛剛有說過年 大家怎麼樣 我們是出來運動 這是很好的 所以馬拉松 大家出來走走 將你過年收集的 都把它消掉 這絕對是好的 一定是健康的 我們今年的馬拉松 就是在2月25號 起點在我們昨天 那個國家體育場 試運大道 在那裡要開始 會知道是6.20 在那裡要面穿 6.20在那裡要面穿 我們總共的拋架 就像主持人剛才說的 2萬1千人以上 裡面有分 全買 半買 跟休閒族 我們 全買 總共 有五千 五百幾的人 半買 總共 是七千 五百幾的人 那 休閒族 總共八千 八千多人 所以剛剛有2萬 一千幾人 整個 所以你如果 套早6點多 來 私運大道那裡看 整個 很老闆 真的 看到精神下來 為什麼 大家都套早就出來 所以 在這裡 要邀請 我們所有的市民 全買 報名 當然報名 休閒族 你沒有報名 你可以來現場看 套老闆 來看 因為我們在現場那裡 也有 博覽會 博覽會之外 有很多 贊助商 他的攤位 在那裡 讓大家來參觀 大家來看 我們今年 甚至前 那個 禮節 就從第一次到第九次 所謂文物的展覽 所以 在 這個 二五這天 你除了來參加 外賓之外 也可以看很多東西 很多 青春 一些商品 那不是在現場 不會 讓你在那裡看 這個其實是不錯的東西 他們在那裡做介紹 在那裡 所以 在 很多 地方 都有 力色 尤其我們今年 剛才說的 結合園消燈會 我們每天都是 結合園消燈會 今年特別在市印大道 結合園消燈會 掛了很多 噢 燈籠 那個燈籠 我等一下 再來介紹 這個燈籠的特殊意義 所以 希望 我們市民朋友 到現場來 有吃 還有餐 來 參觀一下 來參加一下 為自己帶來健康 為自己帶來健康 為馬拉松的跑者加油 對不對 我覺得有時候加油隊也是 啦啦隊也很累 一直在啦啦隊 加油 還有喊口號 有時候也很累 真的嗎 其實是這樣 我們 馬拉松 我們經過 我們 各樣市所有的路線 從市來 從國立場出來 過 過地下道 過保愛路 保愛路 保愛路到青年路 松山路到青年路 青年路 沃海邊路 倒過來 順河東路起來 來到美食館 九州路 城峰路 是 來到蠔子而已 這幾個 加油的 加油的 我們沿山 有很多 學校 有很多孩子 出來幫大家加油 這是一個 第二 我們沿路有很多商家 自己就出來加油 第三 我們的廟宇 很多 開落過 什麼都出來 開落過 尤其我們跟蠔子 蠔子 蠔子 廟宇 庭 庭 團隊 那些 拆架頂 什麼的 都出來 那些真的是 讚的 所以那些是老爺的 剛才在說的 我們今年 建家 延宵 參加的 我們 高雄馬拉松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在所有馬拉松界 是 最友善的 城市馬拉松 怎麼說最友善 因為我們的市民 他們都出來加油 那市民都出來加油 那市民加油之外 還有呢 要讓人集長 啊 集長 在拋架 集長馬拉松你知道嗎 所以 拋架 我就沒有 尤其到尾段的時候 我就沒有 精神沒力 但是人家在那些加油 人家在讓我集長 我抱歉 讓人家說 我就繼續走 所以 這個 在馬拉松界來講 我們高雄是 真的是 真的是最友善的馬拉松 也是最 讓人家津津樂道 就是我們市民 那我們今年 針對馬拉松 特別有一個 就是 我們希望呢 觀光升級 跟那個 競賽升級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 國外的跑者 很多進來 外縣市的很多的跑者 進來 在我們高雄市這邊 可以創造很大的一些 經濟效益 是 那整個經濟效益 我們有請隨事單位調查 那不是我自己調查 那是 唯一人公正調查 一張馬拉松 才要創造 九千萬的經濟效益 所以 這個是非常非常棒 那我們 今年特別 在市運大道 創造 燈農大道 就是要 讓 高雄馬拉松 在全球裡面 變成一個 延銷馬拉松 就是 剛剛在講的 局長馬拉松 友善馬拉松 我們希望 再創造這個 名書出來 延銷 結合延銷 當中結合 延銷馬拉松 我所有的人 覺得 欸 這個高雄馬拉松 沒有來做一個 真的會難口 OK 處理我問你一下 因為我們聽眾朋友 剛才有聽到 說 這次有分 全馬 半馬 跟休閒族 你跟大家介紹一下 全馬 要找多少 半馬 休閒族 是找多少 那它的範圍 大概會從哪邊 開始炮 讓大家介紹一下 好 來 全馬是 42.195 這是世界標準 42.195 我們是 我剛才說的 就從市運寺廠館 市運大道 開始走 開始走 走出來 左蘭路 過 國道石號 下地下道 是 過了那個 不愛路 不愛路 接中山路 看過那個 高架 中國高架 過中山路 中山路 走到青年路 右轉 青年路 右轉 後就順沿海 可以看到我們海邊 順著河東路 愛河上來 愛河上來以後 一直跑到中都市地 到燕淨橋 美術館那些燕淨橋 過燕淨橋 鑽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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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我們的古城 文化古蹟 看著我們問 好 那邊走連磁潭 也是我們高雄的景點 連磁潭 走回來到金銷路 是 金銷路 走 有槍之下 add住 鑽海路 嗯 去鑽海路 鑽海路鑽海路 鑽海路 鑽海路 又撕營 去鑽海路 鑽海路 鑽海路 直到鑽海裡 接著鑽海路 denIB 便進行四 habl 也進行四鐵一 type 42.195 拜日 borード 少年 很大回到滾好爐的時候 就沒有向蚵仔離開 直接握去國立場 為什麼安排國立場做重點是因為它是國家一級認證 世界一級認證 不是國家 世界一級認證 打球和田、田、田、雪都認證的一級場地 所以讓大家平時沒有去 去那裡體驗一下 國際一級的場地 世界認證的場地 會合處在那裡 當然 這個是希望大家來參加一下 我們剛才有說到五公里休閒族 五公里休閒族就是 原來在宿應大道那裡開始 出來在那裡 寫進去冠窟裡面 寫一人五公里 五公里裡面有很多就是在那裡那裡 那裡齊我都五十幾年 那裡大人齊我一度數 讓大家好好去欣賞這些 塑形啊 塑罐啊 散散步讓大家呼吸一下 這個奮鬥筋 身體健康 大概整個沿線是這個樣子 是 這個 這個 剛剛我們處長談到就是 有全馬、半馬跟休閒族齁 那غ reactive 一周 他跑的地方會有點不一樣 那當然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沿路上呢 我們我們 哪種都在這裡 很熱力很賣力在跑步的這些朋友 尤其我相信全馬應該蠻競爭的 可能大家都很認真的在跑 休閒族可能會拿看風景 休閒族一般是這樣慢慢來 但是全馬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除了頭前那種中間的志願 後面他也是半跑半休閒 為什麼我們總共有經過八個行政區 有五十月高雄的景點 像剛才說的 你像蓮詩坦 愛河之心 城門 師弟 南門 蓮詩坦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我們高雄市的景點 你不是在那邊說要多近的人 你就會怕什麼 這是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我們高雄在補給品上 其實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一般的跑者也是可以享受這些補給品 這是第二 第二就是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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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所以他們在那裡準備的東西都很豐富 很多人走到那裡就說 唉 我實在沒想要走 我想要點這麼老家 吃得很肉 走不去 所以他除了你在沿線跑以外 你又可以感受到我們高雄在地 我們南部人陽光般的熱情 所以 包括剛才在說這個頭 我們在 debate pin 討論的是 鵝鵝鵝青 郓許總幹事 所以他說 哇 這樣好 我們蚵仔鳥區 我也來設一個燈籠 蚵仔鳥也有燈籠 燈籠需要 所以他也是照他們所有的那裡廟 他說好 我們來設一個燈籠道 所以他們很多廟都有掛一些 你就知道那廟 做什麼 做酒 做什麼 都很多燈籠 他們就去掛燈籠出來 他說 既然你們有這個主題 我們來配合 配合起來 所有的拋架 經過的都可以 覺得很熱鬧 比較有過年的氣氛 燈籠裡面有一個敵書的情形 我們的燈籠有老幼共學 不是只有燈籠掛起來 我們今年燈籠特別邀請 10個學校 在台東國學那裡 有的送去學校 台東國學那裡有成人老人的一個學習中心 學習中心 比較快 這會彩繪燈籠 喔 彩繪燈籠 所以是由 老幼共學 過了那裡燈籠 我們拿一個給他掛在四印大道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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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中間有 我剛才說有十個學校就是 阿蓮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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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個月就開始晚上要點燈 我們那天也有特別安排 記者會說 阿蓮已經點燈了 大家晚上六點到九點半都開火 九季五 大家都可以去看燈籠 因為四印大道其實 阿蓮國中間 那些四印大道其實是 種很多小藝人 小藝人現在一個冬 休息六點之後 這樣做了 阿蓮國中間 整個燈籠 有一些像風味 日本風 那個香燈籠也是很漂亮 對 確實是 別有一番風味 阿蓮國中間 就是 過年後 上班上課 對不對 第一個課 大家去看 來去我們四印大道 參觀一下 四印大道 整個燈籠裡面 其實我們掛 三千粒以上的燈籠 所以 是蠻壯觀的 是可以看的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 這個 聽說補給品 上次楊潔有 跟我們的周處長在聊 聽說這蚵仔聊 它的補給品很厲害 之前有聽說有蚵蝦記喔 之前 那是那個 白日電的蔡主委 他說 這個比較激情 他想到 他是沒有專程 沒有所有人都有 他想到 他就拿整個歪子切一切 你剛才那個時間點 剛好 你就剛才有這樣就對了 因為有一年他們的現場 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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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去市場買 一百二十五 一百三十 免費的 海山米粉 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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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基本上蚵仔聊 整個贊助 所以我們每天都會特別安排 去跟蚵仔聊社區 廟屋 那些素孫 那些祈勞 大家感謝一下 拜託他們繼續 為我們所有的拋架 來服務 所以 我們是歡迎大家 我們可以去看蚵仔聊社區 看看 OK 好 那個 哇這次真的是 這樣子 不知道能不能瘦 不知道 變瘦嗎 大家想說 要去做一個瘦 越吃越大 怎麼會這樣 應該是瘦 因為你 四十幾公里走下來 你那個 消耗的熱量 其實很多的 一般人 他如果 在跑 其實他平常就會練 是 所以他如果 持續的跑 他一定可以 達到碩身的目的 嗯 日本很流行 馬拉松 他們流行 你看他們 報名跑者的比例 小孩子跟男人差不多 真的嗎 是 可是一般看起來 不是男人比較多 對 我們常常看起來 都比較多 對 男生比較多 比例都應該差不多 七成到三成 在那裡 扣扣扣扣 但是日本 我們都沒問人過 我 本身北京 那個 那爸馬拉松 都參觀過 哇 那要做人啊 女生很多 對 給他們摸 給他們穿 你看 可以瘦身啊 在跑的 都那麼苗條 他們這些人的身材 就是那麼好 他們就是要瘦身 所以就去運動 總比進 健身房 總比進 那些要花錢 來走一間馬拉松 因為 卡路里的消耗 和 他肌肉的節食度 其實對 他們身體的強壯 都是很棒的 很有幫助的 所以 日本那裡 馬拉松 其實是很多 做孩子的報名 是 那你像說 我們今年 馬拉松 翁尼裡面 剛才說 國外報名的選手 是 友好城市 就是馬拉松交流的城市 我們翁尼 只有三個友好城市 OK 今年 到九個友好城市 包括 外南選港來 福利賓武術來 其他那些都基本 是 雜簧啦 仙輩啦 崇繩啦 是 那些圈業這些 他們都有派炮下來 啊 他們的 上班馬拉松的 上班的團體 是 都做得來 所以我這幾天 可能要接待很多 這個友好城市 要跟他們聊一聊 他們馬拉松辦了一些經驗 OK 大家交流一下 讓我們的馬拉松 越來越進步 所以這個是 半馬拉松 其實 有苦也有熱啦 可是也很好玩的地方 很好 吃好勝負不對啦 但是 很辛苦 很累啦 累累累累 這是真的 OK OK 好 等一下我們休息過後呢 我們廣告之後 再回到現場 跟我們的周 我們周出場繼續聊 等會馬上回來 高雄是一個幸福城市 不僅氣候宜人 風景優美 還有豐富多元的文化 長陽海洋首都 利用高雄捷運 輕軌 高雄施工車 C-bike 多種便利的交通工具 帶您玩 喝透 歌雄喝汽頭 Let's go 小美 方春假 你們家有規劃 要去哪裡玩嗎 嗯 目前還沒有確定耶 你呢 有規劃去哪裡嗎 有啊 我們家每年 都一定會去看燈會耶 愛河 旗山 鋼山 佛光山 都有好漂亮的燈會 可是燈會現場 不是都是人山人海嗎 找個車位 還非常困難耶 是啊 而且在春假期間 想燈會的人潮很多 為了不要在停車上 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們家 都是搭大眾運輸去看燈會的喔 真的啊 那會不會很麻煩啊 不會啊 比方說我們去佛光山看燈會的話 只要到高雄火車站 搭乘高雄客運8010 或是從鳳山火車站 捷運大東站 搭乘大樹祈福線 還可以到左營高鐵站 搭乘8501佛光山線 或是哈佛快線 就可以抵達佛光山喔 原來如此 對了 我記得愛河那邊呢 也有高雄燈會藝術節耶 而且在3月2號這一天呢 有豐富的國內外表演團隊 還有盛大的萬人提燈光之遊行喔 這聽起來也很不錯耶 那考考你 如果要到愛河看燈會 要怎麼搭大眾運輸呢 只要搭乘高雄市168 環撞幹線公車就可以抵達啦 我剛剛上網查 在岐山岡山的燈會現場 也很熱鬧喔 太棒了 那我們今年過年 有好多地方可以去囉 潔能減碳愛地球 輕鬆悠遊大高雄 以上廣告由交通部 大安會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快樂快樂 這九七點五 我们的周明镇州处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向大家来介绍在我们的这个星期天 就要举行的第九届2018高雄国际马拉松的一个盛事 哇真的是大家全员动起来 我们的友善城市大家一起动起来 而且今年我们的国外的跑者又增加了 比去年还要多一倍 多一倍的国外的跑者 那刚刚其实处长也有说到 我们很多国际的这个城市 友好城市都跟我们做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你班农典我当我们也是增加我们的国际能见度 那再来就是刚刚处长你有说到了 有我们的学术单位来统计 这一场马拉松办下来的这个整个一个城市带动的观光财 九千多万其实这是很可观的事情 是谢谢 一场活动 除了国内国外的家一家 他们进城市来不是只有来参加你这个跑步 对啊一定会来的 会住宿 会来消费过买力 等等这些 那这个东西不能我们讲的算术 所以我们必须委托给随事单位 你来就做 当然做他们是到现场去针对所有的跑者 你如果你是来在这里担一枚 你在这里拭消费多少这样出来 调查出来之后这个平均值出来 平均值出来之后它现在都会通过 古年 古年随事研究报告出来 就是我们高雄马大概产生九千万的产值 不凡各位说 我们高雄区的运动产业的产值 在一百零五年 那个体育署挑战 他们在一百零六年六月公告的 我们高雄区的 那个整个运动产业的产值是一百四十六点五元 哦那么高啊 是的 这是体育署挑战 不是我们自己 所以也可以值得信赖 我们高雄区的运动产值率 全国里面是第三名 OK 那我们粗估 粗估就是按照我们去年整个运动活动的一个量来看 整个一定会突破一百四十六亿以上 那所以整个运动对城市的一个发展 对国际能见度 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我不能说它帮助大小 这个我没办法去确定 但是它对这个城市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特别是国际能见度上 是 国际城市现在友好城市 欢一倍以上 国际有人来参加我们高雄马 欢一倍以上 这个就可以看出高雄马 在国际社会上让人家肯定 那肯定他们这些跑者 因为我们高雄马那些城 是 风景那些好 他们走到他们回来 一定会怎么 宣传嘛 做宣传 对哦 这些宣传是 我们不用再花钱去买功割 他们就会代替我们宣传 这种是效率是最大的 是 这种效率不是像我们买保住 顶着 买一只就过了 这个在他的头部里 在他的家里 他看到什么就说 说这个 因为这是当局一定都在变成你的宣传 所以 体育活动其实很好的一个 城市行销的一个概念 把它带进来 另外就是说 体育活动在整个国际社会上 它真的是唯一能够跨过政治 让大家凝聚在一起 你看看 不管你是好 什么动 不管你是共産动 不管你是什么 不管你是共産国家山 你要跑 因为我们也是很少 大陆的 全球来造 这个就是跨越的政治界限 是 所以体育活动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它不但可以推升我们城市的 国际市能建度 能建度 增加我们的 效益 经济产值 同时也带给我们市民健康 刚才在讲的五公里 一般都是家庭 家庭 家庭与子 这 何家大小出来 他 走五公里 走五公里 其实家庭现在的工商社会 很少时间聚集在一起 你在这个凝聚率里面 做会开港 家庭的连结功能 非常好 你如果走出户外 譬如说 孩子要来 阿公阿嬷做会来 对啊 老婆要出来 他走出户外 就是健康 所以体育活动带给所有民众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些无形的力量 让大家可以充分感受到家庭的和乐 也感受到整个活动中间过程的快乐 然后带给每一个人平安跟健康 所以在这个 我们的马拉松 延伸出来的效益 其实是很大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 希望近年的马拉松里面 是 抛车 更更好的服务 ok 所以再来呢 我想要跟各位介绍 这个我们 检队 这次竞赛 成功的地方 是 好不好 第一就是说 我们引进低碳计时车 哦 低碳计时车 因为翁尼 我们即使都是 摩托摩车 对 我们这次 特別 都引进电动会进来 嗯 在沿山里面 就尽量 不要再去排放废区 好 大家在那里享受好的空间 这个都同时要带到 感謝凡部局 是 在前两天就开始通知我们高雄区 更大的 排放废区的工程 降宅 降宅 在沿山的区域尽量 減威楼啊 減车等等等等 这样希望提供 向高雄市民 拋着 一个好的空气 是 这是第二 第二就是说 我们南年 奖金本来拉拼 哦 翁尼呢 他们竞争比较大 所以最近30万 竞争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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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们特别中 竞争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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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我们成立一个国内组 以前人都被批评 你们竞争比较多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 竞争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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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 又成立一个国内组 国内组第一名 六万 所以 让其他计划 竞争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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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另外 竞争比较多 赛事APP 対事APP 就是一般来跑 像我们两位朋友 我去那里走 你不走 你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你只要下载APP 你走到32公里 配速一条多公里 我去终点等你 有些是跑團 有些是家俗 有些是朋友 可以去了解跑者在整個路線裡面的現況 如果可以預判 我就去重點 哇 加油 加油 我看到自己的朋友 看到自己的家人走過來 他在那裡跟我加油 那種感覺一定是很棒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一般的跑者呢 我們特別為他們來設計這個 剛才另外說一個 就是我們這個APP之外 就是每5公里設一個偵測點 這個晶片巨石區 這個晶片巨石區給跑者 他可以來下載他的資料 來看我每5公里 我的配屬是多少 這樣起來 他就知道他後來要走 要怎麼注意 所以這個對跑者是很重要的 另外我們有很多配屬員在那裡走 他是走3點鐘 他是走4點鐘 他是走5點鐘 他穿青衣衣 掛這個氣球 你都可以看到 你在走走多久 你看 我對一走 因為有些人想說 我6點鐘走回來就好了 對 我對一走 我就一定6點鐘可以玩跑 所以我們今年也增加配屬員 配屬員的目的是讓所有的跑者或者出馬的這些跑者 他對配屬比較沒那麼厲害 他就OK了 剛才說的成績下載就是 你只要在隨時隨地都可以下載你自己的成績來看 除了玩跑證書我們給你以外 你還可以隨時下載來看看 你自己的資料 到底是 多少 你 5公里我走多久 這樣起來 真正是對跑者的服務 是增足 絕對服務好的 而且有聽說 如果是要走國安 你也沒有一個行政 你不可以去走對不對 是 沒錯 所以我們這個行政 有很多議員去挑戰七大馬阿松的跑者 他們會來我們高雄走 為什麼因為我們有成績認證 有場地認證 我們的路線是要國際上載的人 去買上載 填寫的成績認證 所以我們的成績列印出來 如果3.5點鐘裡面 很多國外的馬阿松 以前規定說 你要走3.5點鐘或是4點鐘裡面 你可以報名我的馬阿松 所以他們那個證明就是 變成他的資格賽 他的資格賽 他就可以去那裡走馬阿松 是 因為時間關係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周處長 最後一分鐘大家補充一下 感謝我們所有市民的支持 我們馬阿松 我們要繼續辦到第9年 是 希望未來還有第10年 還有後的10年 感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出來把我們的報告 加油 讓我們感受到我們高雄人的欠情 如果有高通上有影響到你 在這裡幫你報欠 感謝各位 謝謝 當然今天的專訪我們的周處長 很開心的一點就是 我們知道說其實馬阿松 不只是跑步這件事情 馬阿松可以帶來很多的觀光財 很多的城市共融 很多的家庭和樂 其實帶來很多是無形當中帶來的 編輯效益 編輯效益 真的 還有國際上的跑者 會把我們城市的美 城市的友善 帶回到他們國家 又是一個無形的管道 他是永遠的宣傳人 宣傳人 所以我們一起來為我們的國際馬阿松 我們高雄國際馬阿松祝福 而且呢 也希望我們的聽眾朋友來 田中朋友說 在我們這個星期天 有遇到我們的馬阿松的跑者 給他加油比個讚 希望他可以在我們的馬阿松當中 奪得很好的成績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高雄市政府 特有次我們的周明鎮處長 來到楊傑節目 和大家說今年非常好 我們第九屆的高雄國際馬阿松 感謝處長 感謝你 謝謝聽眾朋友 也謝謝主持人 謝謝 感謝田中朋友收聽 我是楊傑 最後大家有一個美好幾剛 明天後天是周休假期 祝大家有更美好的休假時光 我們下星期再見了 拜拜 拜託馬阿松再見 馬阿松再見 拜拜 大家是馬阿松的長命氣味